就是江金跟馮志刚说告诉了我们队里 说范志毅偷东西偷钱 这是八九年的时候 许文本说他们当你当 他就没有处理范志毅 那么到了九零年的时候 他偷我是被张军给抓住的 只是你不知道这事 这种事情在我们在国内 就是队里面那都已经谁都知道 谁能想到范志毅 是作为一个最富有的职业球员 曾经偷东西偷钱 八九年的时候范志毅差不多是二十岁吧 你谁能想到他偷队友的钱呢 江金馮志刚可以作证 这郝董也是在李铁被抓了以后 开始爆料他们这些前队友的 很多这个不为人知的事情 包括破口大骂徐根宝 搞那个清训 逼抢为就会指导一个逼抢为 可能那时候中国足球起步晚嘛 然后也不是那么完善 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也是有的 有句老话叫 就是保暖四应欲 贫贱起到星 这个范志毅那时候 可能确实没钱吧 所以才会干这种事 谁知道呢 感谢观看